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台上这三位的嘉宾 都不用我多介绍了 不过始终都要讲一讲的 今天有成名教授 陈建文教授 还有郎沛中 今天如果大家有这个单张的话 都知道今天这个 我们现在讨论的环节 这个36的环节 就要讨论一下 政改否决后民主运动的发展 当然这个已经有个设定 就是说这个政改会被否决 但是我们现在先用这个前设 我们预计政改 如果根据林郑月娥讲的 机会通过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在这个政改讨论 或者开始表决之前 这两三个星期 大家会看到特别多的文章 大家都开始去反思 究竟后政改 大家是何去何从的 当然了 就着不同的团体 就着不同的组织 包括议员 政府 中央 特别是民间团体 在后政改之后 会是怎样继续 走这条路呢 我都想借着今次的机会 去吸收一下的 接着我们首先 每位嘉宾 会有十分钟 跟大家讲一讲 关于他 这个 就是刚才我讲的 就是否决后之后 这条民主路 怎么走下去的 一些的看法 接着也都会可能 会抛一些问题 大家出来交流一下 接着呢 在这个环节完结了之后 就会轮到台下发言的了 那当时都可能 我们就会交回 这个台给大家的 那现在呢 我们开始沙龙了 那不如这样吧 就 可不可以 成名教授 不如你开始先 我一讲就着 我们今天了 就是星期四或四五呢 就应该会被否决的了 之后的民主运动的发展 应该会是何去何从呢 暂时坐在这儿先 因为要看着一些东西来说 很快 尽快 首先我想 何去何从之前 要想一想 有什么挑战 三大挑战 一就是习近平 其实上台以来 可能 可能他有一些分析员 就是说 他是继毛泽东以来 用最快时间 将最大权力 集中这一身的领导层 那无论在内政上 譬如打压民间社会 维权律师 以至在外交上 大家看到他 他现在在南海 其实跟美国的将来都很大 他是非常之恶 这个人 就是他好像一个大独裁者 那也有很多资料显示 北京的而且国 相当程度上 担忧香港是成为一个 木马逃习记的木马 就是说 当我们有了普选之后 慢慢会影响到 国内的所谓一党专政 所以 除了说要 刺破换给香港之外 也都 其实下一个战场 很明显就是说 想泛民是一招清袋 在未来的两个选战那里 还有中央也都现在大把钱了 另一方面呢 中央它在过去的几十年 很善于就是搞组织的 譬如说你教育界有一个教协 它有另一个组织 有一个学联 它有另一个学生组织 甚至最近有另一个论坛 我的老师关信基教授都说了 就是发现到一个叫做义工的组织 就是真中力量都组织着的 就是无声无色地 周庸那些更不用说了 所以在这方面呢 其实香港的民间社会 和泛民政党 一向是比较弱的 一向就是透过媒体 和游行这些活动 去增加支持 但是不是真的 好像他们那样 在社会的滲透那里 深奸细做的 这是第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就是 香港 今天的香港仍然不是以前的台湾 有228的屠杀 有长达几十年的 一个所谓 一个所谓 一个所谓的一党专政 也都不会好像南韩那样 有江州屠杀 有一个所谓 一个军事独裁的政权 也都不是好像南非那样 就是种族歧视 一个所谓的独裁政体 或者东欧那样 或者是阿拉伯之春 那么贫穷 我们没有了那么多的 无论说贫穷 无论说这个 对人权的浅达 香港暂时未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看回雨伞运动 你看回其实表面上 我们那个人均收入 你用扣法力去计算 其实香港是非常之高的 应该是投火二三十名里面的 虽然我们有个很严重的贫富元素 但是因为这样的时候 香港其实有一大批的中产 其实是不想香港乱的 是讲和谐 繁利安定的 也都有很多的工人阶级 同样有这个渴求的 所以公众 相当大的公众的一部分 其实可能没有一个太大的准备 去做很多的牺牲 去做民主运动 而工人阶级 我想一个很严重的挑战 就是所谓被洗脑 因为他们不想给钱买报纸 现在很多免费的拘捕 TPB 再加上我们的工会 其实动员工人 去做一些所谓民主的运动 其实过去的成绩 一向都不是那么好的 更旺论 当然有个工联会 在这儿阻头阻势 所以我们先看看代注先 明明是一个假普选 但是竟然要去到最近 李飞说你要千秋万世 计算下去才接近打成平手 你计算一下 统计的五叉 你可以说现在都是打成平手 我们还没赢到对方 这是第二件事 就是香港的民众 其实是分裂的 我们不要期望民众 很短时间内 愿意作出太大的牺牲 虽然雨伤运动 当然给我们看到 另一面有很多民众 是作出了很多的牺牲 所以我经常跟朋友说 其实跌碎了四副眼颈 这是一个很欣喜的地方 第三个挑战就是 有很多朋友说 包括黄志峰就说 时间在香港人 特别是年轻一代那边 即是哪个人比较长命 年轻人一定比较长命 我也不是这么简单去看 现在大家都知道 每年有五万五千个 大陆的进口的人口 这十年已经五十五万 另外呢 如果将来有很大的动荡 香港起码 加拿大驻港领事的保守估计 有八十万人 甚至以上是拥有外国护照的 很多就是中刹 那在雨伤运动结束没多久呢 有一个民调就说 有三乘三的支持民主的人 就考虑移民 那如果这边有一批人 又走了呢 就指消彼仗 再加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如果戒时 就算梁正英即使下台 新的特首 他好像梁正英一样 委任一些七中人士掌权的时候 就算你人口比他多 其实你不表示 你就一定会赢硬 所以 时间是否正在我们这边呢 说了三大挑战 那有什么出路呢 我觉得可以分长线和短线 第一 我觉得长线的就是 雨伞运动 其实里面有几个摩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 我自己思量过一件事 就是为什么最后 警方没有开橡胶子弹呢 就是没有一个所谓 天安门式的清洗 或者接近天安门式的清洗 那有两个解释 一个解释就是说 北京在1989年 六四天安门 学了很大的一课 就是这个债务 到现在都没有清华 所以他不想再背另一个债务 这个是一个解释 我觉得这个解释 是部分对待 不是一个充分的解释 还有一个解释 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一直 可能分略了 就是香港那个 那个倚家能力 如果我们看回 一些经济的研究 我们看回 在雨伞运动那三个月里面 几份国际的大报 金融时报 经济学日 华尔家日报 有一些的分析 其实中国 我们说香港教中国 我们的程度上是对的 不是全部是对的 有些所谓是逼出来的 譬如买水的 但是另一样东西 其实中国都靠香港的 中国靠香港什么呢 所以我的同事雷鼎明就说 香港占中国的GDP 又回归的 由八四年 整四分一 现在跌到三个百分析 但是我完全不能同意 这个比例 是一个足够的指标 显示我们的倚家能力 还有一个很大的倚家能力 就是香港的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 我们人民币国际法 香港现在是最重要的 我们抛离了伦敦 和新加坡 也预计会继续是这样 因为北京容易控制香港 远远多于伦敦和新加坡 另外就是那个所谓 就是集资上市 现在香港恒生指数成份 股超过一半是中资公司 就说的是几万亿的美金 我在过去那两年 外国的出口 中国其实有差不多两成的出口 是要透过香港的 再另外就是一个 一个所谓的财富管理中心 越来越重要的这些东西 再另外最近一些所谓 什麽会说通 什麽通呢 其实很多的专家 或者银行家都说过 暂时看得到的 售位最大的不是香港 而是大陆 我们帮他们 把资金调进去 所以 到底上述那些所谓的 所谓的倚家能力 可能还有十几年 人民币国际化的 这个可以拗 所以我觉得 第一 我们不要妄自菲薄 在这方面 我们的论述战 过去那麽多年 我们是输了的 包括学者都一定的责任 我们没有在这方面 做很多论述 但是反正我们的对手 是不停在洗香港人的脑 甚至很多财经界人士 都以为 真的是 一单方面 我们靠他 我们没有了意见 对不起 我不能够同意 第二样东西 我觉得 这是讲讲长远的一件事 其实 在去年 有位斯丹福大学的 诺贝尔德掌者 经济学长 Michael Spencer 在《纽约时报》 如果没有记错 有一个很长的访问 他是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 他是对中国的经济 非常担忧 因为看到 国企改革 整体经济改革 是一拖再拖 他很担忧中国的经济 会走一条老路 就是一些所谓 低收入国家 变成中学收入之后 突然再上不了 因为他没有彻底的改革 他跌回来的 在前日的 《金融时报》 香港人将他译为 保尔森 就是上任的美国裁长 Paul 他在《金融时报》 也都说同样东西 就是说 一个国企改革 说了两年 都是得过港字 太多的东西 阻碍了 在去年的上半年 《红尔街日报》 有一个报导 就是 全球过去十年 没试过这么多经济学家 和投资者 应该说 一些《investment bank》的策略师 是对中国的经济 是这么悲观的 在过去一年 我们看到很多的报导 就是很多的资金 流出的资金 中国其实更多 流入的资金 很多的慢慢回到美国 因为工资的上涨 很多的厂是倒闭等等 中国出现经济危机 我觉得比以前是大了很多的 那 我作为研究 比较民主化 其中一个 令到一个国家 有一个民主化的成因 就是 如果一个专制政体 它有经济危机的时候 它的应受性 就会大幅上扬 因为它唯一的基础 就是经济 它没有人再相信 它是马列布的 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就有可能 所以不一定 是会促成一个政治改革的 当然这里是有很多的假设的 所以在一个长远来说 其实就是 基本上 这个都是一个因素 我们不可以忽视 我们不会这么快妄自卑 事实上 现在有很多人 接受代志先 我的理解 包括一些 受过高等教育 在一些世界 大家都听过的 国际金融机构的 首一指的领袖 竟然也有人说 接受代志先 我怀疑 原因就是 他觉得香港没得跟他斗 没得斗 你便投降 你便接受 你便和谐 所以这件事 我觉得很重要 这个前提 在短期的出路 我自己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譬如 那么多人赞成代志先 因为仍然有很多人 他是看TVB的 他是看免费区报的 他是看很多 大家不会看的东西 这个所谓遍地开花 刚才有十二个中产组织走出来了 我和陈建文都很惊喜 我研究民主运动 陈建文也研究民主化很多年 起码我八年代尾 看到现在 我没见过这么多的团体 赤膊上身 这么多个星期落区 到底这个是谭花燕 还是可持续发展 它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后者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 还有我们要想的就是突破 如果你只是派单张 很多人收不到我的单张 或者不肯接的 你怎样突破呢 上个星期 有人在我Facebook 传给我就说 可不可以将他给我的Liflet 透过Facebook传给我 我自己印 然后塞进去我自己的信箱 这个是很有创意的提法 很有创意的 再另外就是 无论是反驳教 反驳教 大家都知道成功 叫做看得好 反23条是成功的 当年 当时的策略 现在你看到12个组织 派单张是很不同的 他们当时是打什么呢 就是打一个核心组织 不断接受媒体访问 不断去反驳政府的宣传 结果是大我全盛 这次我觉得 你只是派单张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我觉得 可能也都要再 再未来的战役 是要补充的 就是说 刚才提到那种的 一个有公信力的 由专家 或者是由代表性的人物 组成的一个组织 它能够吸引到媒体 某些媒体 起码不停访问它 这个很重要 尤其是我们的对手 那么强大 还有我们讲的群众教育 当然就是那个报纸 报纸 现在始终就是我们 靠online那里 其实我们 越来越少一些所谓 印刷的报纸 支持民主核心价值的 怎么办呢 所以这里其实是 要有心人 再加上有人 愿意付钱 那很可气的就是 过去这一年 有好几份 online news paper 是成立了 昨天有一份 英文的online 也已经成立了 那么其实 这里 这里是要 可气可气 但是不足够的 就是印刷 那这是第一点 就是所谓的公民教育 第二就是 我刚才也讲了 那些中产组织 可不可以继续下去呢 因为他们 由他们去针对中产组织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因为他们知己知彼 中学 可不可以多些 去跟中学生讲解 这个很重要的 中学生 今次的越上运动 完全揭露到 他们那种的 所谓很高的潜质 非常之高的潜质 那还有就是 这个 再短期一些的 选民登记 王永平的计算 如果你 七成的年轻 或以上 去登记 做选民 就有可能 在选举里面 真的 泛民可能 赢的机会会大增 即是 他在《讯报》寫过 那还没截止 他要过选民登记 日子 另一样 就是所谓 民间团体 民间团体 过去一路 基本上就是 如果没有政争的时候 我就是针对自己搞的那些题目 但就很少认为民主的 那如果停留是这样 只是去到政争 你才想民主结立民生 其实可能不足够的 就是这个所谓的非政治化 某一场上 是否要再想一想呢 再 那再另一样东西 非常重要的 就是所谓整个许上运动 另外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就是那个团结性 过去那两年 我都看过一些 非暴力抗争的书 文章 就三年了 看了 来来去去 他们强调了几样东西 团结 组织 策略 这次令到我 跌碎眼镜令我很惊喜 就是香港人那种意志 那种决心 79日 120万人 不知为什么有些人说是20万 法律会司寫20万 法律会司寫出一本很好看的书 我大力推荐 他们就来想 那那里寫20万 支持雨傘上街 其实不是的 根据中文大学的民调 120万 曾经去过四个 你加上尖沙咀 四个占领区 起码一个或以上 是去过 而且是支持这种运动的 如果你看看比例 人口比例 就是在15岁至65岁之间 就是占香港20.1% 那我曾经将它 跟过去几年世界各地 发生过的很大规模的 媒体广泛报道的 占领运动比较过 20.1%的比例 已经是那六个 这么终合的 占领运动里面的比例 是排第二最高的 就是我们是这么令人吃惊的 但是having said that 大家也看到 当我们不停 某些的参与者 不停就说 没有大台 你不代表我 其实就很奇怪 很多资领运动 就不会这么说 要断结 是吧 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 试过大台被冲击 受到很多挑战 当然我们 我不是说 你不容许任何质言 用来讨论 但是呢 就是一个我未解决到的问题 比如说我要再看多些书 请教多些朋友 就是到底 一个成功的占领运动 当你的对手 是这么多资源 大致上操控这么多媒体 有这么多的兵力 可以调动的时候 我们说领导 有两个可能 一个就是你 每次都民主决定 你可能跟那些五万人 一万人 去民主开会的决定 还是我们是用一种信任制 比如你看反国教 反国教没有那个数字是冲击大途 反国教那个大联盟 有一帮大家信任的领袖 或者当年的二十三条立法 有几个大狀 加一两个大学教授 加剑法的 大家有个信任 就给他去的了 跟着他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就促成 三七七五十万人上街 这两种模式 哪一种是教为有效呢 就是我不是说教为理想 而是真的有效 我没有一个答案 我看回今年三月 就是短短三个月前的一个陆景大 造米新闻访问 陈奥辉和周永康 他们当时还是说民主的模式 但是我觉得当时的主持 都问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你说民主模式 你是假设了 民众和领袖之间 可能有个基本的信任 如果 民众不信的领袖 彻底不信 领袖也不信 也不信某些民众 他们觉得他们是五毛党的时候 你怎样去执行民主模式 我想在这里 可能很多事情要再想 差不多了 我再说一些 就是 公民组织那里说了 最后 还有就是 几点 就是 寸土必争的意识 我自己 我前年去台湾做研究 去了11月 我就很看到台湾和香港的分别 他们真的很多事情是寸土必争 原因 不是因为他们生的基因 比我们强壮些 而是他们被打压了一百年 曾水民主用了一百年 他们知道 你不寸土必争 你会死得更加惨 但是我是后遇了 我看到的一些现象 我令我担忧的 譬如 几间大学图书的书局 只是卖一些 就是亲中观点的 雨伞的书 但是我们的反应 是非常微弱的 无论是普通的大学生 无论是学联 我理解学联是很忙碌 但是 很多的大学生 除了中大 有两三个同学坐在这里 接着 就一切正常 那我曾经 当时去过科大 中大 和我们尖沙咀的 文化中心 三间 这个商务印书局 拍照 发觉 只有一间有一本 就是大家认同的观念 其实全都是他们的书 我都传给 两位学联的朋友 Anyway 那个串土必争 的意识 如何去提高呢 比如昨天我看到 高兴圣公会有些教徒 去抗议 圣公会那种离谱 这些抗议 怎么可以有创意去遥足 不是谭花弦呢 但是当年说就容易 怎么做 就是这个 这种的转道比真 我觉得很重要 还有有效 另外 现在学术界的打压 上 都是早了两个星期 明报一个所谓的知情者 就估计陳文敏 做不了副校长 但是 我看到的反应 也是非常微弱的 当年郑耀宗 所以被拉下台 其实不是因为 港大的council 同意 一开始就同意 你下台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而是港大有两个学者 在校内发起 用电邮 发起很多个 波浪式的千多民党 直到council 是商界为主的council 不得不投降 在今天的港大 但是表面上我外人 我看不到 亦都外界的支援 好像都不是很多 那这个我令我忧虑的 有很多犯 还有还有一个 这个可能是潑冷水 在习近平下台之前 我会担忧 虽然香港有我们的严格力 但是你说 他要接受香港全面普选 的话 我觉得是很难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一个比较 可能现实一点的 就是我们是怎么去 除了说守卫我们的核心价值 有新制度 也都将我们有的核心价值 有新制度 再将它加强 推强 例如媒体的打压 如何将它roll back 将它的波 转回头 我觉得这个可能 是一个比较上 现实的做法 而这个现实的号标 其实一定会有助于 未来的民主化 事实上 我们看回世界各地 很多的经验 尤其当你的手段很大 我们不是说一两年两三年 你说不是 香港争取了三年 但是过去三年 我们大家知道 各样的策略 远远不是今天这种的 教委 可能是给到对方压力的策略 最后一件事就是 暴力与非暴力 如果你纯粹讲研究 一遍到的就是暴力 其实你看到这次 催淚弹效应 正正当时就是 香港人没有用暴力 引发很多同情 世界各地研究都是说的 一个很权威的研究 研究超越了1806年的 跨越几十个国家 就证明到 非暴力抗争 比你暴力抗争 达至改革 包括民主改革成功的机会 是超出两倍的 原因就是 刚才是其他原因 还有就是 当你用暴力的时候 你不单止失了很多同情分 也会减少很多民众的支持 因为很多人不能够 或者不愿意用暴力去 去升盘你的 上个星期年月增 有一些文章在上部写 就是说 台湾的经验 台湾的民进党 或者民进党前身 他不是用暴力 但是他是拆边球 他用一个不是暴力 但是用一个所谓勇武的方式去争取 我觉得这个好像在深入研究 用一个勇武 迫使或者有使国民党 用一个过分的武力去镇压 每一次过分的武力镇压 就加强了每一个多一个圈的人 同情这个反对运动 最后令到他有一个成功的一天 这个我想研究 不过我也想加多一句 我们今天香港被打压 无论是政治的打压 或者经济赤贫的情况 和当年台湾的年轻 是我们不会那么差的 就是我们如果用这个策略 我们要很小心去想 所谓的拆边球 那样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够 所谓的合乎 和那个政权的镇压 有一定程度的合乎比例 可能我们就会再一次 失去中产阶级的支持 在去年11月我做过那个民调 当时呢 家庭程度越高的人 已经是越是反对乙上运动 在今年3月最后这一句呢 今年3月呢 有正值10%的香港人 觉得乙上运动对香港 带来的长远的影响是负面的 因为负面的比正面的 是前者是多出10%的 多谢神明 多谢神明教授 我当然就很记得 这个团结组织策略 这三样东西就 这个都是 我们一会可能 可以继续讨论 那接着来的时间 就交给KM了 谢谢 好 谢谢 每一次回到这里 感受都是很深的 刚刚才跟那些记者说 就是每次来到这里 都有一些 掃不走的情感 最记得这个范公底 我记得当时佔领的时候 很多物资站都在这里 我记得有一次 我走进去里面 问一个年轻人 守着物资站 我说你欠些什么东西 我当时想想有什么 可以调过来 我说你欠些什么东西 他看着我说 没什么欠 欠一样东西 我说欠什么东西 欠真普选 我觉得当时很厉害 很多年轻人 其实很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 现在我们香港的希望所在 今天我特别早点到 其实我很想听一听 这十几个团体 有什么和我们分享 因为这段日子 事实上 我看到这些团体 是很用心用力的 去做事 是觉得是很有希望 我们记得 在我们与世运动 最后有什么时候 说你可以清我们的场 但是你清不了我们的心 那这些团体的出现 其实就告诉 说给当权者听 人心不死是猛 我们特别再围多一次 鼓多一次掌 好吗 今天交给我的题目 是讲 政改否决之后 是下一步怎么走下去 那我或者试一下用一个学者的说法 就说民主化 其实只有三条路径 就是三个方法 究竟你将来会是怎么样 民主化呢 或者试一下说一说 他说了三条路径 这个是哈佛大学亨廷团 所提出来的三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呢 就是从下而上的革命 那很多人就说 革什么名 香港讨论什么革命 有武刀有武刀 就是想用武的都不行 怎么可能有革命 但是事实上 在过往三四十年里面 很多国家发生的革命 其实呢 就不是动用军队啊 跟着用坦克车 跟警方 或者跟这个军队打过的革命 大部分革命的发生呢 其实是当 最高的掌权者呢 叫到那些军方或者警察 开枪的时候呢 他们拒绝 这样去执行这个命令 那这个政府就倒台了 其实很多革命的时刻呢 是这样来的 所以有些人说呢 雨傘运动呢 其实是almost a revolution 差不多好像革命那样 那你可以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当时 特别刚刚占领的初期 真的年轻人 是倒死了整个政府总部 特首办的话 他一定会面对的处境 就是政府可能会开枪 那这个究竟是 藏膠子弹 还是真子弹 他们不知道啊 当我们真的六零零开枪的话 如果警察不开枪的话 其实那就是一个革命的情景 那这个政府呢 其实如果连最后的暴力 他合法的暴力都用不到呢 他就要倒台 那这个就是很多人想像的 所谓民主化里面的 所谓革命的时刻 就是这样来的 但是香港很多人 就会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我们当时里面真的 他一定会想到的 他一定会问下去 警察不开枪 梁正倒台之后 那又怎样呢 那他讨论在香港 因为没有一个主权的 作为一个特区 一定是会问下去的 那是不是你邀请解放军走进来呢 那这样的情况下 那这个革命是否就会告终呢 这个民主的发言 都没有一个希望呢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 其实这里不能想革命 但是最近呢 我出去海外里面 参加一个 有关中国香港的 民主运动的论坛 有关海外的民运人士 就跟他们的想法 刚刚调传 他的想法就说 其实你们就是 要去到这样的一刹那 迫到这个解放军出那时候呢 那中国里面呢 内部就会分裂了 究竟应不应该用解放军呢 那接着里面呢 国内就会出现一个革命的时刻 那就会出回当年 八九年那样 那个执政的权力里面 就会分裂的了 然后整个国家就会革命 香港有民主 中国有民主 那就是人吹鸡了 所以有些人说 你经常想中国的民主 就会消灭了我们香港人的 民主运动的想象 这一套的说法就是刚刚倒转的 只有香港民主化 才可以触动全国的民主化 那这个 这个是第一条路 究竟是会行不行呢 我先扔出来 扔这个第一条路 革命之路 我觉得我要很开放 虽然明天民会报 只是革我这部分 就是说我这部分 今晚陈建文去鼓吹革命 暴力革命 而且要革颜色革命 推翻全国政权 一定是这样报的 有他这样报 其实他有第二第三 他不会报 第二 就是一种 所谓上下的 博弈的过程 他是知道 没有一个革命的可能性 因为呢 人民的力量 又不是强大到 可以推翻政府 政府 又不肯自己民主化 那只能够做到什么呢 下面不断不断给压力 而上面呢 被他推下推下 必须要民主化 那么那个 Break Point 就是说 那个不是革命的时刻 他想到 怎样放权 那时刻又怎样来呢 那时刻就是 当掌权者觉得 改革的风险 是低过 维持现状的风险 就是我维持现状呢 其实那风险更大 比我改革 在这个情况下 他就开始放权 开始改革 好了 为什么会维持现状的风险 比改革的风险更大 就是因为维持现状的话 很烦 搞不定 管治不好 整天都有社会冲突 这个思路呢 很简单的 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社会里面 如果有反对党 他要不断做不合作民主 他是给你麻烦的 民间里面呢 也都要不断地抗争 製造很多的噪音 周围救污等等 那些这样 不断地困扰着他 那他 好像李飞说 灾难性的后果 我会勇敢面对嘛 这个政改 就算扔出来 你们不要 那如果最后他扔出来 又没有这个后果 那他就很开心 但是如果你说 泛民是会继续不合作 民间是继续抗争的话 这个就是令到他觉得 我再维持这个现状 那个风险 代价是高的 反而改革的代价还没有那么高 那些人就想了 如果怎么可以令到 改革风险没有那么高呢 那也要有一部分的泛民的人 要显示出一种执政的能力 最少跟本地的 譬如说商界有相当的沟通 觉得就算这些人上来执政 都不会搞掉了香港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令到这两个效果出来 就是说 你不改 你不会很烦的 你这个政策 但是你改 其实这些人又不会真的管不了香港 不会搞到香港崩溃的 那这个就是第二条路的进路 就是 是一种博弈的过程 我要有时候打一下你的 但有时候我也要表现到 我们这些人 其实你要让我们去到管理香港 我们是有能力的 我们有个尊严的 第三条路是什么路呢 第三条路就是等运动 一句话说 等上面去到进化改革 从上而下改革 有些人说什么没有发生过 这个1987年 台湾总经国 他那时候宣布解研的时候 旁边的秘书 口都窄了 不敢和他翻译 不相信真是放权 旁边的口窄窄的秘书 就是买英九林 那他今天真的 已经做了总统了 那当时他都不知道 原来真的会放权的国民党 那当然 那时候国民党很有信心 觉得放了权 我都不怕你们 有时候太有信心 这个政权 就是要民建年全大胜 或者他会通过香港民主化 第三条路的意思就是说 是由上面带来 但是事实上 我们研究的结果 每一个国家 真是纯粹 是由政权里面 那些改革派去改 都是因为外部有相当的压力 大家知道台湾 其实经过很长时间 港外的运动 最早 最早 是白色的恐怖时期 里面有多少人牺牲 造成了对政权是有压力的 他反而觉得 其实民主化之后 他可以更加光彩的方式 继续执政更加好 所以呢 其实无论是 你说的哪一条路都好 民间的力量 民间那种对于政权那种挑战 其实是无可避免的 我无论是 那三条路怎么走都好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民间力量 什么策略性 那三条呢 我根本不会有答案的 其实我觉得 大家应该每个群体 都去讨论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 是说大卫与哥利亚 那你知道圣经有个故事呢 就是有个哥利亚巨人 跟着你有个大卫跟他挑战 哥利亚穿了盔甲 很大的 握着一个矛 如果大卫呢 跟他的方式 穿盔甲 握着一个矛 大卫行都行不到 因为他是一个很小的少年人 大卫就是不跟哥利亚的游戏 你跟我想玩盾牌 玩击牌 玩骂牌 我不跟你玩 我用一个很高的速度 走到你附近那里 我又不近地走到你身边 就用一个 用一个石头 用一块瓶 一吹吹 就把这个巨人打低了 整个教训就是 如果对手这么强大的话 你不要跟着游戏规则 你一定要用你自己最大的优点 比如速度 有些意料不及的做法 这些策略 我觉得每个群体 我们可以思考的 事实上 我们已经不可以用一些 所谓的 conventional 传统的方式 去跟他产生挑战 两年前的三子 走出来的特别地方 就是温和派 连温和派都是讲接力的 然后也令到他突然间 操手不及 就是学生走在我们三子前面 市民自己去到掌握的运动 这个是比我们三子大人更加好的 所以我们三子从来都不觉得 是什么被强烈的 我觉得这样的运动 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运动 我觉得我们要不断不断 给这些surprise 就告诉他 我们是个心不死的 我们会不断转换策略的 直到你疲倦 那坐下来跟我们讲素 这才是香港的希望 好了 未来很具体的挑战 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 短期里面 看见制度可以立刻代替的 刚刚我承明也解释过 国内的习近平如何收紧权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 是巩固我们的公民社会 去保卫我们的核心价值 在这些上面来说 未来有三件事情 我们觉得 都必须用环绕着这个中心去做事 第一就是选举 未来的区议会选举 和明年的立法院选举 我觉得整个泛民 或者参选者 都应该带着这个心态 就是在这个参选过程里面 如何同一时间 去壮大我们的公民社会 不要自己想一些政綱 就是你政党拼出来 而是你应该有一个过程 如何捲入各个民间团体 不同的群体 共同去写我们的政綱 好吗 好 在这个参选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区议会选举 因为很难进入去的 因为这么迟打 如果我跟他打蛇齿临队 我跟他打过马路 红绿灯多七秒 我会说八秒 那样咬他没意思的了 用这个方式是不行的 但你只说民主又不行 那我们看到在雨傘 广场里面 其实有四个价值很重要 第一是平等的 哪个人拿到咪 你都可以开一个论坛 分享的 我们不止分享食物 不止分享药林 我们还是分享很多 生活上的东西 一堆一堆 还说我怎样弹四元琴等等 我们还有环保的 可持续发展 在那个社区里面 最后是美感爆发的 我们怎样将这四个东西 带入社区里面 这个其实告诉我们 我们想要一个 怎样的社会 怎样的公民社会 所以这种平等 这种分享 这种环保 这种美感 我觉得在整个区议会 选举过程里面 我们应该将这种概念 带入不同的选区里面 那我 这个第一件事 就是说 其实这个选区很重要 他们说 要 kick us out 要踢走我们 我们要告诉他们 我们站得很稳 我们不会离开这里 我们不离开议会 我们不离开香港 我们不离开香港 同力都到大 是吗 是 第二件事 政党一定要是 尽快去到进行更新的 那我试过提出一个挑战 在前一段时间 写了一篇文章 我说 五十岁以上 是陈淑璋的 我快要四十岁了 五十岁以上的泛民的朋友 请你们知所进退了 为什么我提出了 这样的说法呢 你看看最近的英国大选 四个党魁多少岁 四十八 最高那个 第二个四十八 再拿四十六 四十五 人家几百年的民主 那些党魁都是四十多岁 我们泛民怎么可以做人更新 是不是要更新 所以我希望泛民尽快更新 那些有经验的人 成为顾问 帮助传递经验 但是让年轻人上来 年轻人上来 好处他们没有包袱 你骂我 上入了中联版 我告诉你我不选 不用紧要 但是有些不行 不断被人中击 年轻人上来 不用再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不关我的事 总之我们现在走一条新的路 年轻人有共同的议员 和公民社会可以更加多的对话 就算本土关怀 泛民里面最温和的政党里面 年轻人都有对话 所以不及早更新 这个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我觉得我们要做尽办法 去巩固我们公民社会 以后泛民要想一想了 议会没有这么扩大 其实只是走议会去设不够 议会其实是为了配合公民社会 做任何事想着巩固我们公民社会 你想一想23条要立法 下个星期要立法 就可以立到 连分组的议会都不需要 我们怎样顶得住23条 是全靠我们香港人 要上街 用公民社会保护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是保护公民社会 整个发明也要想一想 你们的工作 是以公民社会作中心 怎样公共公民社会 保护我们的身价值 那我希望呢 未来我们公民社会 去推动一个 叫做社会约张的运动 会 我们以前十年前 有一个叫做香港核心价值 自由民主等等 这些事情已经是大家明白 怎样落到不同的部分 里面 我们讲一讲这些价值 在不同的部分 比如说传媒 它有什么意思 我们今天传媒最大的担心就是说 比商业利益控制 越来越转爱约束 我们怎样可以建立一个 属于我们的公共空间 所以你看到有立场新闻 有香港free place 这些就是一些很具体的行动 去到用公民社会的力量 去巩固我们香港核心价值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部分 環保、文化等等 大家的群体应该聚下来 自己去谈一下 究竟有什么价值 是我们最需要保卫的 接着我们要提出一个行动光力 如果这些是能够从下而上的 各个群体谈之后 我们聚在一起 这个就可以变成一个香港约张 可以告诉香港人 我们信什么价值 同样的下一步 会做什么去保卫我们的价值 各位朋友 这个政改 否决之后 怎样走下去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如果我们不否决 接受了它 我们就跪在权力面前 你想想 整个政改的过程里面 中央完全不尊重香港人的耳机 所有的咨询里面 最保守的方案 都没有八三一这么保守 政改五步曲 第二步 它只需要批准或不批准 结果完全不理我们 一国两制代特区政府 定了这个框架 在这样的一大石 吓死海 一国压两制 情况下 我们接受它的话 我们不懂得向前走 我们只会跪在那裡 政改否决之后 怎样走下去呢 我们就是这样走下去 有尊严 有信念 都走下去 是吗 是 多谢KM 我们大家都对学生 对年轻人 好有 好有期望 都知道你们 单纯不轻的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 不如交给你了 诺贝聪 各位在场朋友大家好 刚才两位教授说了很多 我自己很多论点都不谋而合 所以我就长话短说了 在政改表决之后 大家都知道这个论坛 是以政改被否决 为一个前提去进行的 我假设我20论点 都是基于政改被否决 否决之后 基本上整个政改革 政改革运动 都是画了一个挺大的句号 我们在说我要真普选的时候 很明显就是 没有一个运动的配合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不会是这么响亮的 当我们在这一刻的时候 我们貌似是放下我们的真普选了 我们在社会运动上 还要一句什么口号 去继续支撐我们未来的民主运动 我觉得大家可以改做 就是我要真香港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其实在过去讨论我们回归的时候 很多香港人都会觉得很害怕 会不会是 就是香港会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 就要搞多次文化大革命 或者是资产又要公有化 香港没有办法保持到它的优势 那时候 就是中英谈判的时候 香港人是没有份的 就是邓小平说过一句话 就是叫做 这个谈判桌上面 不是一个三脚踏 就是香港人是没有 不在这个谈判桌上面的 香港人就是在谈判桌上面的筹码 就被中国和英国推来推去 香港人在过去的谈判当中是没有位置的 那在那个时候 就是中英雙方都了解到 就是香港人对于未来的担忧 就是说 50年不变 97年之后 50年不变 就到了2047年就不变了 那么 50年不变代表了什么呢 就是代表了我们过去 在97年之后 就是未来50年 都要冰封住 我们在谈判时候的那种制度 就是可能是 所谓一个国际大都会 金融 国际金融的市场 或者其他凡此种种的 一些殖民地 时期拥有的一些制度 例如对于公帑的使用是十分之保守 或者是 他的行政权力十分之大 那这些东西呢 其实 来到2017年了 我们回归了 或者是主权移交 主权移交了这么久了 都是一成不变的 那到底 大家过去想想香港 是不是真的 我们要50年都不变 什么都不变 由过去到现在 我们都是维持着我们这样的管制制度呢 或者这么说 就是大家是不是真的认为 现在香港 是50年都没有变 中央 或者中共的政府 他在 十几年前 主权移交的时候 和 香港现在 治港政策 完全没有分别呢 我相信不是 那大家就要再问多一句 到底 在回归 或者在主权移交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 50年不变是一件好事 因为他给了信心大家 大家会认为 香港 在主权移交的50年之后 维持着同一样的政治制度 是对香港是好事 或者维持同一样的社会面貌 是对香港是好事 但是到现在 大家还相信这句话呢 我们看到 主权移交之后 其实 香港有很多东西 都被破坏 包括 新闻自由 包括 人民的生活 这些凡事 都是和我们很接近的东西 现在我们生活在香港 到底是否一个 我们想要的香港呢 或者我们现在生活在香港 很多人会认为 很和谐 或者很和平 但是这个 虚构出来 幻想出来 觉得无风无浪 就算我们什么都不做 都会变得很和谐 在香港 到底是否一个现实呢 很明显就是不是的 所以我说 我要争论香港 原因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过去很多媒体的垄断 或者包括不同的资讯的输出 都会告诉大家 现在的香港 是一个很稳定的香港 我们不存在很大的贫富懸殊 因为东章西贸会跟你说 就是所有人都住得很好 然后 不同的TVP剧集 都会跟你说 就是我们很穷 但是我们住的房子很漂亮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这些 这样的文化产出 是会令到大家的惯状 就是香港五十年不变都挺好 我们不需要变 所以不变就是最好的状况 所以你一说要有什么改变 可能有很多人就会说 你是否在搞破坏 你是否在破坏香港现在的和谐 绝对不是这样 所以我要争论香港的 最基本的想法就是 要大家就是 可能开始真的要追本索源了 到底我们过去接收的那种 香港是一个 盲方地区 月面有一个渔港 然后变成一个转口市场 或者变成现在一个金融市场 或者国际大都会 这样的想象 它的历史 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面貌呢 一个人对于香港历史的形式 其实对于 他对现在香港的想象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譬如说 其实香港过去很多罢工 看一些书会说到 其实香港的罢工是在 一百... 即是上个世纪的... 一百... 一百... 十九世纪 十九世纪 未已经开始有罢工的习惯了 可能现在你说 哇... 罢工 是不是很激进一件事情 但是不是 过去香港历史上 没有发生过很多次罢工 包括针对于英籍时期 一些很不平等的政策 例如人头税 凡事种种 其实都是香港社会当中 其中一个面貌 为什么大家没有留意到 大家又觉得 现在搞罢工 还是在捣乱香港 香港过去 一直都是靠钓鱼为身 没有人钓鱼 香港一定死眼了 所以这些想象 其实是要抛下它 然后我们带来文字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的香港 除了政制的发展之外 其实不同地方 或者不同界变的东西 我们都必须要留意 当然我们叫得出 我要恨香港 首先就是要撇除那种殖民地时期 带给我们的那种想象 就是我们这个是经济城市 我们不搞政治 香港人在这里 只是固住赚钱而已 香港人在这里 只是固住和諧 我们要稳定压到一切 这种想象 我相信很多人参与了 这个雨傘运动之后 是抛弃了的 但是 还一直会有很大班人 就是会继续被这种所谓 幻象 或者觉得自己是一个城市的过客 是所掩盖了对于争取自己的权利的一种想象 所以我第一件事要消化就是 这个地方其实是你家里来的 你必须要为这个地方去争取这些东西 而你过去 学到关于香港的历史 可能不是正确的 这一方面就是要求在座所有的大家 不单止是 你要把我要真普选这句说话 是给一些不懂真普选为何物 或者是会觉得稳定压到一起的人 大家是不停要装备自己 包括我自己也是在学习中 到底过去的香港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到底它的国际化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到底它的国际化是令到它有什么东西流失了呢 到底它的国际化是否令到它本土研究流失了呢 这些东西都是要靠大家不停的累積 所以我觉得预测运动之后 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 你不去认为这个地方是你自己的家 你不去对香港人有一个身份认同 你就是和过去殖民地时期 大家管治之下那些人是没有分别的 就是你会觉得香港是过客 你不需要认识它 但是很可惜 面对着现在中共各个层面的沉透或者打压 你要认识这个地方是必须的 因为你不认识它的话 你就不知道那些什么地方是需要行为 你不知道那些地方过去的历史是怎么样呢 你就会对它过去的一些教训呢 其实就是流失了 所以我要认识香港呢 第一个步就是将自己去殖化 就是跟大家说 我们不是殖民地时的子民 我们也不是 就是中国天朝之下 一定要向中国挪拜 就是听到国家要流泪 就是听到国家要流泪 看到国家要暂立 然后在那儿很尊敬的一班 可能不同治下的人 真真正正是香港本地人民 然后去学习香港的历史 那这方面其实是 香港现在的流泪制度 都是一路压制着大家的一种身份形成 包括你 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为什么我在香港读小学的时候 是不会有一科叫做香港史的呢 为什么我在中学读 就是读书的时候 都不会有一科叫做香港史 是可以给大家转收到 而是它是纳入了某一些 就是可能通识科 或者是其他不同的科目当中 一个很小的栏目 然后教你也是教他一个渔港 之后变成了一个国际大都会 那这些东西是要靠大家 不停去累積 不停去看回 那之后就认识了这个地方了 我想这个也是未来 我想可能正改运动落幕之后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大论述的衰退 衰退不是说大家已经不重视正改 所以我们必须是要将所谓正改的这么大的东西 是搬到去日常生活当中 或者搬到去不同的界别当中 那刚才十几个专业界别 其实出来我会感觉到 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 专业界别 他们会有一班人去自我组织 然后用他们界别的身份 是将正改的东西说出来 而很大机会就是 这些追求和精神是会延伸到 他们不同的专业界别身上 例如你一个老师的话 你可能会对一些教育政策的变更 是很敏感的 而这些地方或者都是 就是中共政权是想去掠夺的 这些地方 他很想告诉学生听 中共共产党是无私进步的执政权体 这些这样的资讯 必须要是不同专业界别的人 才有足够敏锐的触觉去发现 过去国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是难保相同的事情 可能在IT界 可能在医生界别 可能在律师界别发生 所以这些事情 就是要不同的人 去对香港有一个想象 就是到底香港是一个什么的城市 它应该是有自己很强的特色 重意在每一个界别当中 就是交给不同的人 守卫他们的界别 并且在必要的时候 就像他们那样 就有一个联盟出席 然后凭着社会不同的声音 可能是草山组织 甚至是政党 然后一起去把这个议题推出去 然后交给大众一起反抗 所以这些事情 对于在后政那一年代 是十分之重要的 而大家都很乐见 这个公民社会的状态 所以面对着未来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对于香港想象的图像 就像刚才KM也说了 可能会有人搞香港约张 这个也是很好的出发点去理解 就是到底香港对于大家来说 它真实的面貌是什么呢 它在TVB的镜头 认识之下它的真实面貌是什么呢 它原来是一个坚拟的素 在发展地区最高 它的楼价最不能够成就 它也有很多不同社会问题的地方 同时它的过去是什么呢 它的历史是什么呢 这也是需要不同知识分子 去帮手梳理出来 然后告诉大众 原来它过去有一些历史 真的来罢工 罢了很久 现在再罢工 那些人会不会更加抗 那些人会不会更加接受 它原来有这样的传统 然后现在做回 是否没有那么多人会反对呢 从而它一个理想的香港 到底是怎样呢 它的高等教育 是不是不应该被梁振英干预呢 就是例如昨天问 那是不是不应该任何政治的魔爪 阻止任何校内任命呢 那这些事情 假如大家有一个图像推了出去 然后社会是能够 凝聚到一股跨界别 跨阶层或者跨不同的团体 组成一股力量 并且是不停去 从这些不同的专业界别当中 接收这些资讯 然后打这些 比较小型的论述 或者不是好像政治那样的论述 不是很 大家听到就已经是热血沸腾的论述 然后 而是慢慢去 逐个逐个问题 在深奸细作画 我相信这是 未来运动的其中一个大方向 现在手头上 例如东北或者三跑 或者普教中的议题 都是需要大家的关注 所以当 叫我要真香港的时候 就必须去除大家自己的那种 不是这个地方的人的想法 而这个 我要真香港的一个 这样的口号 其实也是 关乎大家 如何看待香港的地方 未来我希望 社会有更加多的讨论 是讲关于 到底有些什么 就是我们讲了很久的 普世价值 是在主权 现在十几年之后 在现在这个时间 是流失了 并且我们有些什么 现有的价值 我们需要捍卫 这个是需要大家一起讨论 或者是 再讲回更加 根本的问题就是 就是基本法 这个问题就是 基本法到底 就是在六四 烧了基本法之后 大家都会对基本法 有很多疑问 很多质疑 都会有很多人出来 都会有很多人 但是我想讲的就是 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 其实当然我会相信就是 那些学生和朋友 消基本法 当然不是全盘否定 基本法也不是全盘否定 一国两制 但是 讲我们 一回归 或者主权移交 以来的五十年 如果大家都是想 即所谓五十年不变 我们去到二零四七 都是依照着 一九八零年代 香港的面包 继续走下去的话 这个绝对 不是大家所想感的 香港其实 无时无刻都会变化 我们也不应该是 用同一套的社会制度 或者社会面貌去行 这五十年 去到某一个时候 香港社会变化得这么厉害的时候 我们的宪法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 重新去检视 或者去修订 更加符合香港人 所争取 或者想要的权利 这个 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十分自然的讨论 也不应该是 事基本法 为一个 不能够触痛的一个 好像在一个补箱里面 装着一个破浴 他绝对需要拿出来打磨 然后变成一个 香港人更加符合香港现况的 一个小宪法 所以面对着这个问题 最重要的想告诉大家 讯息就是 在预测案件之后 大家必须要再一次 认识香港人的现况 香港现在有很多 不同的层面 例如高等教育 或者出版界 刚才说的三中商 全部都是中联办 这些不同的状况 都是受到中共的压迫的 如果我要真香港 大家必须要抛弃那种 觉得香港永远都是要一成不变 永远都是要商家作主的那种精神 或者对于香港现况 抱持着一种批判的态度 然后仔细去留意 或者仔细去讨论 到底我们想要一个什么香港 重意 在不同的社会议题上 去落手 组织一个更加大的联盟 推动更加多的不同的组织 去联合在一起 在不同的议题着手 从而去推进整个香港 朝向我们所有去香港的面貌 多谢三位朋友的分享 我自己都带了很多 我不会先带的 我会全部带的了 都要消化一下 因为呢 刚才会提到民间社会 政党等等的关系 但我都想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本来就要答败的 但我们打算讨论多 大概十至十五分钟左右 其实后政改 因为说真的一句 今次我们政改不通过 基本上就和中央抹了脸 亦都和现在 可以说是 我们的港府 也是抹了脸 我都想问一下 你们觉得 跟着下来 我们这班人 会受到些什么的对待 又或者你们预计 中央会怎样继续 去对付我们这班 叫名环不灵的香港人呢 泛民已经说了 票债票偿的问题 就是说他们出来打击 但是其实我们 看到在二三运动之后 他的总结就是说 是成一代的年轻人 是被摧毁了 所谓被摧毁了 就是受了一些不好的教育 跟着来 你看到在大学里面 当然希望加强那个拳制 你看到港大就是最明显 是吧 用人 陈文敏事件 你已经看到 怎样想干预 跟着你见到 中学里面 连批判思想这四个字 都想拿走 就是说 通识教育 会面对着很大的挑战 刚刚成年都说过 那些书店 买什么书 都要开始伸手 你可以见到 整个意识形态 特别是清时年工作 你可以见到一些 加强的控制 那泛民呢 等你去批判 你会知道 完全同意 就是 我想 拆开一点 就是 有做过两个民调 其中一个民调 有一个答案 也认为我挺惊讶的 就是 在10月底 访问了850人 全部都是来佔领金钟 除了有五个他说他不支持 其实都是支持 但是他仍然有程度上分别 就发觉其中一个因素 影响一些人 他是不是非常支持 或者少少支持 原来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觉得年轻人有多大机会上位 当然有另一个因素 就是他的支持者普选 这个很多人已经说过 我不需要多说 那个社会流动呢 实际上 他如果觉得没有希望 即是没有希望 他就更加支持 这些人 而客观上 我有个同事 是研究 这个社会流动 香港和其他地方 他又画了一个图 稍后就出版 補及的中式教书 就是 我们发觉 香港的社会流动 实际上 是比起十几二十个国家 都要来得差 最差的一个 在国屋那里 那我想呢 陈建文说的那些影响 完全是真的 但是我们怎么去 去抗衡呢 我想 就是我们 要用我们的智慧方法 比如 包括我刚才所说的 无论是social media 你印一些的东西 或者你透过港座 等等等 或者再是单张 或者是一个联合小组 等等等 是将这麽重要的信息 向更加多的人说 因为不是 每个都是李嘉诚的儿子 就是 向上流动是一个因素 幸福完全也是另一个因素 另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矛盾 越是觉得 对特区政府没有信心 解决中国矛盾 就是越是支持雨傘的 我们看回雨傘结束之后 差不多九个月了 我看不到任何观点 特区政府和北京政府 就着刚才说的 举三个例子 其中三个 另一个雨傘运动 支持到的例子 是作出什麽实质改变的 他现在都在埋牆 继续扎下 不过我们要做的 就是要去提醒一下 我们周遭的同胞 香港的同胞 其实 其实问题就是这样 就是根本就是政府 很不负责任 你更加不要说人权 普选那些 大家都要说了很多年 就是我们将这些东西 呈现给他们 如果不是 其实是难打的 因为大部分人就是喜欢 和谐 所谓的范围安定 还有很多人 他基于很多原因 包括就是 所谓媒体被打压 而他很不幸地看那些媒体 尤其是困扰在里面 就是问到中央会怎样去 就是对付 对付 对付呢 就是对付 就是我们 或者我会 就是采取更加雲固的态度 就是 就是其实 在回归 或者主权交之后呢 其实香港人一直承杂了一种 就是虚拟自由主义 就是大家会觉得自己好像有些权利 而有些自由 而这些自由 好像受到机会保障的时候 但是其实它是不能够实践到的 就是例如 大家是有示威集会的自由 但是原来 你一个示威集会呢 你首先是要申请一个反对通知书 它才是 当你是没有犯法的 还要现在 你想在政府部门面前示威呢 那些示威区是落贴责的 而你的东翼广场 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公民广场 你是没有办法示威到的 所以这些这样的状况呢 就是其实 就是中共很喜欢用一种 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好像充分享受到 一些权利和自由 但是其实 就是拿来一种包装它的威权主义 那种态度去继续对付你 那其实现在 就是举一个例子 就是立法会也是这样 那其实立法会呢 就是自民每一次投票都会认为自己 可能都好像可以控制 就是对政治有影响的 但是其实它 就是如果认识深一点 都知道立法会是 就是分组点票 而建制派是完全掌控住 现在 就连立法会呢 都好像起了一条护城河 就是你连入去 可能和议员表达你的意见 去直接接触某些议员 就是可能你会觉得 想接触一个公共解决的议员 都不行的 都是会阻挡着你所有的交流 和你直接去影响政治的权利 而你看回 例如美国 它的国会是开放的 任何市民都可以接触任何一个国会议员 然后和他的助理可能预约 或者游说的那些议员 直接给他的政治意见 给他的议员 所以见到其实 这种 我们可能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当中 这种精神吃粮 其实不停地在香港循环 中共未来最希望的都是 就是比较幻象 大家就好像生活在一个很自由的地方 我们有很多经济自由 我们到处都是机遇 但是其实慢慢就是蚕食大家的权利 都同时 是令到他是一种威权的本事 或者是一种专制 慢慢获得大家的认同 就好像现在的假谱说 我相信这些东西 未来会更加在不同地方发生 然后再用那种 他觉得自己好像很合理的方式 去打压大家 多谢 其实大会是没有安排的 不过我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这里 我相信大家 这么用心 听了过去一个小时的讨论 也是一个很清晰的分析 也有一些建议 可能大家都有些问题的 不如这样吧 我就胆粗粗 就让大家 问两条问题 就给台上的嘉宾综合回应 大家 好吗 好吗 有第一位了 有没有多一位 我见到两位 那我就 我就将个麦子交给你们两位了 好吗 一会就轮到大家自由发言 好 首先我姓郑的 其实我有个 或者是个人的意见 和想提问 其实很简单 就算通过 或者不通过 这个正案方案都好 其实我们都要继续要走 同时我觉得 至少在这个前提之下 否决了之后 我们要继续要争取民主和普选 是要拒绝831的决定 因为这个否决了之后 831的决定仍然存在 所以我们要继续抗拒 如何去抗拒 还有 我们要 大家要 参与 政治 众人之士 在不同的层面去参与 而补强 和增强 我们立法会的议席 和我们的实力 起码 保住否决权 如果不是 到时 你说什么 我们两位就会分散 团结就舌利 希望多些人去参与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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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淑璋 刚才说 提问题 然后只有发言 我就把他混结合分 我有个想法 就是 经过这两三年的普选 就是这场闹剧 我有一个很强的愿望 就是回到一国两制的初衷 就是要撇开共产党 其实呢 基本法规定了 各省 那些官员 不可以来香港 把利益 和干涉香港政治 包括共产党 就不会浮上地面 还有呢 就是 读而出力的东西 我认为是 撇开共产党 现在我们要回到原来 就是那个初衷 所以我们现在怎么做呢 多讲中共 就少讲中央 共产党普选走数 在我们香港人心目中 已经没有了合法性了 你经常说的是中央 还更荒谬 就是这几天 我看到那些泛民 有些议员 很热忠地回答我 什么国方平台 和共产党还有什么 有他说 没有你说 你还准备说什么 所以我问一下 陈建文 那个占宗的时候 陈建文都说了 对话的路走 为什么现在又有些泛民 又有些说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们台南三位 同不同意的看法 就是 撇开共产党 对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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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样团结呢 就是人家一边就打压 就是一边就找一些团体来对抗 另外一边呢 另外一把手呢 就在这里 大家就是叫做拆大台 也都很容易就 也都牽动了一些利益 那我想 怎样去团结呢 因为刚才那位朋友都很关心 怎样去团结呢 还有 是不是要撇开 不讲中央 看看大家台上哪里看了 接着就交给你们了 我觉得 中央自己一步一步 已经封死了个对话之路 这件事情也都不是说 这几个月的发生 是2003年七一游行之后 你见到中央那种 以我为主 高度介入 是慢慢纵承的结果来的 事实上 这些民调 你见到十年前 2002年的时候 香港有六成多人 觉得中央有落实到一角压制 现在呢 相同的民调 其实是香港电台委任 中文大学做的 其实这都只有20-30% 所以你见到 他一路介入 其实是令到一个人 就是失败 到这段日子 更加清楚了 你见到白皮书 那名全面本自决 831的决定 完全违反自己所定的程序 以至到最近就说 如果你否决这个政改方案 就代表了你不是再是朋友 你就是一个死硬派 那就是说 由一个人民内部矛盾 变成敌岸矛盾 所以其实呢 是中共 是一路一路 是封死了这个对话之路 你问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呢 我从来都觉得 对抗有事 对话有事 但现在呢 我真的看不到 对话的空间 那你看看南非 在西曼德拉 他开始的时候呢 是用公民抗命的 走进了公民抗命之路呢 他真的走到去用武力抗争 但是武力抗争做很多年之后呢 法国都是没有结果呢 他最多是去对话 但是当他对话的时候呢 他发觉是有力量的 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斗争 和人民相信他们呢 当他进行对话的时候 他有力量这样呢 他进行地獄对话 那香港也很可能 是要经过一段时间里面呢 大家都很疲累 就是这种对抗的气氛之后呢 才可以坐下来 那么现在呢 这个阶段呢 老实说 我觉得主要是中央 是破坏了这个 这样的对话空间的 那么我 从来都不会觉得 是要拒绝对话的 但是现在呢 我觉得呢 其实是没有这个空间 所以我觉得 我们现在最重要 是先鞏固我们公民社会 先不要为我们自己 现有的我们的价值 我们用我们的方法 继续向前 将香港推进 到有机会对话的时候 我们才去对话 王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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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要团建的力量呢 都变得更加分薄 就自我矮化 自我削入 特别是呢 我们都不得不知道呢 不是 很多时候一个意见呢 不会说整个香港 700万人都是同一个意见 那个例如有些中产 他真是不想去 那么大的张力 他血压高的 他顶不住 长期都好像打一打架的 他是想泛民和他谈的 虽然他觉得未必有效 但是他真的想见到他谈 那泛民是要选票的嘛 如果泛民没有选票 输了的时候 何来否处团呢 所以我们可以有我们的意见去提出 但是 这个所谓政治的包容呢 其实都是 都是一个民主社会 或者一个民主法社会 必须去学习的 第三点呢 那个所谓团结 当然我完全同意 团结的基础呢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一个 你叫做一个 一个 LCM 或者CFO 现在越来越浮现的 就是所谓 突出香港的 就是梁家杰 一个本土因素 其实 本土因素的另一个term 因为本土因素 有时候有些 有些误导 可能会以为 什么本土派那些 什么叫本土派 我到现在都不太明白 有很多个可能陷阱 有很多个可能陷阱 其实所谓 本土利益的照顾 我都没有什么香港人反对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捍卫一国两制 两制国家的利益 捍卫香港的利益 或者刚才 就是学联的秘书长所说的 一个香港人核心价值 所以其实基本上 有一个很大的方向 我觉得值得大家去想的 就是炼月增 曾经在几年前写过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中港可以不融合 最好不融合 因为大家都看到 当你融合的时候 它就会捏着你的颈 老平说不止一次 吃水你也靠我 你吵什么呢 就是那个 真灵的面目 是会爆 会显露出来 中港如果可以不融合 最好不融合 如果一定要融合 某一方面融合 除非大家都觉得 真的非常互利 而且香港不能透过第三者 拿到的利益 才想一想 就算真的融合 都应该突出一个 所谓的前提 就是港人优先 就是很简单 例如 吃水 现在香港人醒觉了 反对 电力供电 很多人反对 大学 每两个御科生 政府告诉大家 每两个人 有资格进去大学 但结果他说 对不起学位不够 只有一个人进去大学 虽然如果你是家长 如何鞭策子 只有一个人进去 但是同一时间 他又放了 一个数字 18 是给一些所谓 海外的学生 来香港读 读学试 海外的学生 其实就是大陆的学生 你看看实际的数字 政府告诉大家 他不影响香港的收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言 怎会不影响呢 事实上 如果你把这个配额 拿走的时候 你就可以给回香港的学生 第二个方法 他说没有增加 香港人的成本 也是方法 我和上一届学园的负责人 查过 虽然现在大陆的留学生 在undergrad 如果他不是4% 我知不知道其他 那些普通的undergrad 他要给的学费 一个普通学生 的三倍 两倍多 但实际上 就是两倍多 大概是11万多 但实际上 平均成本 一年就是25万 就是说 纳税人是准备禁他们 但他们到完之后 就可以离开香港 他没有任何的承担 如果你说 他全部都要留在香港 跟你争法母 你就会更加害怕 是吧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领域 是离不开中港矛盾的 但是我们越是融合 就越是有一个很大的危险 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核心制度 会被消灭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 值得我们想的 一个团结的基础 就是说到团结缸的问题 其实我想大家 昨天有看《苹果》一栋新闻 都会看到 好像说是什么和解 和本土派 那我觉得这个 就是看大家怎么诠释 其实我最核心想 带出来的问题就是 当大家在这里 说到好像水火不容 或者敌我矛盾的时候 大家其实是没有 好好地梳理到 大家口中所说 所谓是左交 或者是大中华交 和本土派 或者是右交当中 他们真正不同的地方 和不可以磨合 和可以不磨合的地方 其实这个空白 我想是大家很多情绪 或者很多不同的问题 是导致大家没有去讨论 很简单 例如高等教育 我相信 学联也是十分反对 本地的学生资源被侵蝕 也是十分反对 例如特首可以做婴儿的校监 也十分反对 就是他 陳文敏被干预 去政治势力 入侵高等教育 这个层面 其实这些问题 不同的派系 我姑且这么说 不同的派系 是有一个磨合和合作的地方 我不相信 争取民主 或者是 可能本土派 或者是 犯左阵营的朋友 他对这个问题上是有分歧的 所以 面对未来 如何合作呢 最重要就是找出 我们大家不同和一样的地方 然后很清楚地告诉大家 有什么地方可以合作 然后不可以合作的地方 最好就是不要互相攻击 而是分头并进 这个就是我最终想 所带出的一个观点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这样是和解的话 我不知道大家和解一定是怎样 但是我绝对都是不认同 就是大家明明 是真的很不一样的 但是都是要强行帮助一起 然后握手 然后打合照 这个就是我对于现在 未来是要如何发展一个理解 至于说会不会和 抛开共产党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最理想的状态 但是其实 就是回归一番现实 这个也是要大家再想 如果我们要说我要真香港 而不是只是说我要真普选 那必然是要考虑到 社会不同的状况 而很现实地说 现在整个香港社会 被红色势力入侵 是肯定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所以即使我们 在政制上都得到自主 甚至你说独立 但是中国的影响 都是没有办法撇除的 换句话说 即使我们能够 香港人能够自主 自治也好 你都没有办法撇开共产党 你可以政治上撇开他们的干预 但是你日常生活当中 很简单 即使你吃水 不让他们供应 刚才陈明甲嫂说了 你股票市场六成都是 中国内地的资金来的 你怎样去撇除它的影响呢 所以我觉得 现在我们最需要讨论的东西就是 不要说我们最终的目的是 我们当然大家都知道 是对于香港人最好的东西 以及能够防止共产党干预的东西最好 但我们首先要了解现在的状况就是 第一 香港到底有什么界变 或者有什么地方 是被红色势力供陷了 或者是占据了 出版是一个例子 就是三中商在一周行的朋友的调查当中 原来全部都是中联办的 控制住 就是绝大部分的出版行业 那我们怎样在这个层面上和它抗争呢 第二个位置就是我们找到一个方法 去怎样去 集合不同市民的力量 在这些层面上对方 如果认为这个是十分之 大家迫在未知是要了解 然后思考抗争的策略 而如果再说我们应不应该去撇开共产党 这个是大家已经公认的 重点是我们是要留意 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个位置受它的影响 从而是希望减低它的影响 今天多谢三位暗宝贵的时间 我相信跟着下来 对香港所有的朋友来说 都可能有一件事要思考 跟着下来抗争之路 或者用的方式 究竟怎样可以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才可以达到某一些的成效 希望今天大家继续参与 现在的时间我就会交给Jimmy了 谢谢 谢谢三位 谢谢 再一次多谢成为